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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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街今次來到環濱 這個回展中心 就是看這個亞洲最大的相機展 CP Plus 雖然環濱這裡 日頭氣溫都低到7度 但是機迷全部都熱情 紛紛地衝入場去 嘗試最新的旗艦機 甚至看一些新的Technology CP Plus可以說 是全亞洲最大型的相機展 可以算是各大廠必爭之地 每年都出盡全力 量出最強的兵器搶盡參觀者的目光 而且CP Plus最大特色 是近乎每個展館都似有特色的拍攝區 讓大家實視新機的對焦速度和色彩表現 除了美女模特兒之外 當然主賽還是各廠的旗艦新機 昨天已經報導過 Canon的機王1DX Mark II 今天輪到中階的DSLR的80D 感光元件提升到2420萬像素 支援1秒7張的連拍 規格和握感上都比上一代的70D更加好 至於最令機為期待的 可以說是Pandas終於推出全片幅的單反機 這部K1充滿誠意 尾合金的機身之外 搭載了35mm CMOS 像素達到3640萬 最好玩是機背的屏幕 上下揭氣之外還可以扭轉 更加刁轉的角度都可以拍攝 分難不提Sigma新的換鏡機系列 SD Quadro 機底凸起有些站不穩的感覺 原來是為了遷就不同人士的右手尾指而設 令到手握感更加實在 採用獨特的感光元件 入門版為3300萬像素 而H版就提升到4500萬像素 非常厲害 Sony就派出APS-C的A6300應戰 憑著獨特的感光元件設計 令到對焦點多達400多個 最快對焦時間只是0.05秒 可以說是全球對焦最快的APS-C模範相機 沒什麼展覽比相機展 鳳梓影美女來得更加理所當然 長幻新機之餘 都等雙眼吃下冰淇淋了